如果今天我要從上到下 剛好一顆星 第一次輸出第一顆星 然後兩顆三顆一直可以推到第13 所以你會發現呢 我今天只要跑 一列兩列三一直到13列 所以特別注意 我第一個要先知道外回圈是 外回圈通常是I啦 我習慣用I 所以外面總共要跑13次 所以外面要跑13次的話 先確定要跑幾列 那跑幾列的話我要跑13列 所以for I in range 從第一到到第13 所以14前面一個數字 1到13 那再來決定跑幾顆星 跑幾顆星呢 我用什麼 for J來決定 那J的話基本上呢 當然它跟什麼有關係 我想一想跟I好像有點關係 因為I如果第一列 我就輸出一顆星 第二列我就輸出兩顆星 意思類推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可以 這個是跑幾顆星 所以J的話呢 以什麼Range 它至少會有一顆星 那它的關係跟什麼 後面的話結束值嘛 結束值的話 就用I來加1就可以了 因為加1的話它如果本來是第一次是第一 1加那就2 2的話就跑剛好1 豆點1 豆點1的話剛好就跑一次 所以它只會輸出一顆星 那輸出一顆星之後的話呢 再來的話後面我用一個串接 S等於串接一顆星 那等於是它這邊就跑一次 跑一次就跑一顆星就對了 那後面再串接一個換行 因為我後面這邊需要一個換行符號 那我把它換行之後換下一個 來串接兩顆星三顆星一直串 串完之後的話呢就把我最後的結果 再把它拼得出去 那當然這個地方如果你不用S的話 你這個換行符號其實是可以不用串 不過不見得比較好寫 當然也可以就是不用S來寫 可是不見得比較方便 那當然其實這種寫法你會發現 光程式就寫了至少8行 扣了兩行註解要6行 但是實際上有另外一種更精簡的寫法 兩行程式就搞定了 為什麼因為只要一個i就可以了 第二種寫法 其實另外一種寫法 其實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也可以把它刪掉 其實留哪一個 其實留printer就可以了 這個可以刪掉 這個可以刪掉 然後13 其實printer不用S 一邊輸出一邊print 另外一種寫法應該會比較精簡 因為我要print 那個星號 那幾個 特別重要這也是Python的一個 一個特別的方 就是字串可以用成的 乘以i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我i第一次的話是1 所以它print出去就是跑一次 跑一顆星 那因為print本身就會後面加一個換行 所以不用再串一個 那個換行符號在後面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方式來print的話 你會發想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樣也要print出來了 OK 那比較簡單 不過第二種方式也比較快 不過 我覺得讓你兩個都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們 假如說用原來的那個兩個回圈寫 第二種它的道理主要是什麼 一個字串 它可以列印出幾次可以用成的 這還蠻特別的 Python本身是支援 字串也可以拿來相成 這一點導致比較特殊 OK 那 如果你不用這個寫法的話 OK 所以就是剛剛那個方法 跑幾列 跑幾顆星 兩個方法 請各位試試看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做完之後 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希望顛倒一下 倒過來 13顆星顛倒一下 也許 也可以先不用看答案 答案很簡單 就是顛倒過來就對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1到13顆星 再來13顆星到1顆星 反正就是 主要是要你們熟悉 後迴圈 就是有單獨的一個迴圈 跟潮狀的迴圈 那其實很多時候 兩重的潮狀迴圈 用的機會也蠻大的 這道理跟那個什麼呢 那以色有藍有裂 有藍有裂 你不需要兩個迴圈才能搞定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潮狀迴圈部分 也要熟悉 最重要是那個縮排 記得那個縮排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縮排的位置錯了 它的結果就一定是不對的 不一樣 你在前面跟在後面 尤其Printer的位置不一樣 你會發現最後結果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除了小心之外 還要熟練 所以其實 學程式當然重點是 第一個要小心 第二個一定要熟練 就是要比別人小心又熟練 你寫出來程式又快又好又精準 想到什麼就可以寫出什麼 當然最後我們 希望看到的結果是這樣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1到13顆星 要怎麼樣快速把它做 我剛剛有提供兩種方法 一個是有兩個迴圈的 一個是只有一個迴圈 一個迴圈好像比較簡單